胡云现在以二十八剩二十九副的战绩排到西部地时 当然 距离第三的旷船 也不过只有两个上场而已 也就是说 最后会的最后一个名言 绝大的队力会在胡云 国王 旷船中间产生 而且内旋或者狼狼的证据着主动旋 旷船在将哈里斯送去七十六人之后 就已经讲明了他们的态度 今后新才是他们的舞台 国王竟然经历一叙热的演员交易 可也是剑像顺威 这样看来 似乎张皇归来的胡云更有把握 从上赛季的战绩来看 三雷王最终以四十七剩三十五副的战绩 拿下了最后一个剑后赛名言 考虑到这个赛季 西部第二阵队的实力过于接近 四十七剩的战绩 恐怕会打个折扣 可即便是这样 四十四剩很可能是一个保守数据 也就是说 快船要在接下来的二十三场比赛中迎向十二场 胜利百分之五十二 胡云要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场比赛中迎向十四场 胜利百分之六 从数据上来看 从数据上来看 胡云的情况并不乐观 即便是后期有张皇的加成 可接下来与火箭 行李 凯尔特人 允事 回庭 老龙都会第一项目的速成 恐怕会给结果打个折扣 当然 这还是在对其他两位竞争者保守攻击的情况下 换句话说 胡云已瞒进季后赛 对于这个问题 在节目中 杨毅的评价 可认是一针见血 杨毅老师表示 胡云的人心已经换放了 不要神话张美丝 这是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当他们摆到西部遇复的时候 还不知道管理层用意把他们交易出去 可当事情发生了 你首先会关心自己 你就不会全力以赴的打球 这就是为什么胡云最近的防守那么差的原因 确实 在全明星赛前的比赛中 胡云所展现出的竞技状态 可认是极其方高 说得气力能可以理解 毕竟这能实力的差距在那摆着呢 可说给老鹰这就说不过去了吧 胡云现在场均失费113.4分 结盟第九 场均得费112.2分 结盟第十五 这和赛季出的表现 可认是荡香净庭 随着张美丝的回归 胡云坎弹的战绩势必会有回升 可想要拿到一个近后赛的名额 胡云首先需要摆脱之前的颓势 当然 张美丝也可以像去门在骑士那样 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 可先不说张美丝会不会在胡云的第一个赛季就这么特殖自己 毕竟他也已经34岁了 即便是这样打进了季后赛 单靠张美丝一人 恐怕也很难走得太远 所以说 全明星废后面对火箭 胡云全队的窃势 将决定他们这个赛季的走向 在门门的疆势中 胡云孤注无掷的背后 获结局已定 门门门搞来 自己却成了一盘反伤 只是对于明星球员和老将的伤害 恐怕不是明术是一场慰问能够简单解决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